去除液体 好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液体球 我马上又 钻了结晶盒的毛根来触碰它一下 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同学们看到了吗 液体球迅速结晶 它看起来甚至很像一个冰球呢 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其实啊 这是因为以塞纳溶液 在温度较高的水中的溶解度非常大 很容易形成过宝和溶解液 在这种溶液里 只要有一斤点的结晶盒颗粒 就能迅速打破它的稳定状态 吸出大量的晶体 同时还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 所以啊 这个看起来像冰球的小球 现在我摸着它竟然还发热的感觉呢 哈哈 原来是一个热球 大家看谁来了 我们的顶流冰墩墩也来到空间站了 我们先让墩墩来个墩墩 大家知道 如果在地面 我把冰墩墩抛出之后 它会下坠 那么在太空中 如果我把它抛出 会是什么现象呢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 冰墩墩来咯 来吧 走 大家看到 冰墩墩并没有像在地面下坠 而是沿着抛出的方向 在做近似远速前进 好的 冰墩墩回来了 好的 大家看到 冰墩墩还是在 沿着原来抛出的方向 做近似远速前进 这跟牛顿第一定律 做描述的现象相同的 如果有新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魔王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all 扫描一下 就可以到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 感谢观看